欢迎收听观测站底加拉的专题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要来介绍一本书 那这本书自己是在塞尔维亚的时候在阅读的 那它的书名叫做《隐性偏见》 那这本书我先快速介绍一下 它是由一个美国的记者吉西卡诺戴尔 那他来讨论在社会当中我们所会看到 不管是针对种族针对性别的这些歧视 那他经过十多年的这个调查 去解释或者去提供很多不同的社会实验 去了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社会 或是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偏见 那我们要怎么去它提供一些解放 我们要怎么去打破这样子的成见 这是黄万出版社的一本新书 那黄万出版社来找观测站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很想要聊这本 所以我对这个议题非常有兴趣 那我们在聊就说 那可以找谁来聊的时候 我马上就想到台湾科技媒体中心的执行长 Shenay 陈希盈 那之前也有跟Shenay有合作过 那在这边先请Shenay跟观众 say个hi可以吗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Shenay 对就我之前其实跟Shenay就有在 在IRG的这边合作过 那Shenay她的背景是研究 大脑神经科学的博士 我有说错吗 对其实是对她叫她的全名叫做认知神经科学 对但够接近了 好那之前在IRG跟Shenay合作的时候 就有听到Shenay透过这些科学 或是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去解释 为什么我们人会相信假讯息被落入这个资讯操弄陷阱 那这次呢我也就是在讨论偏见 其实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就赶快来邀请Shenay来讨论 那这本书我们两个都花了一点时间去阅读 那我自己在读的时候 我其实因为人在塞尔维亚 那塞尔维亚它是比较有点排外的一个 或是对外来人比较有防备心的一个国家或族群 那我在那边确实有感受到一些偏见 那甚至有感受到明显这个歧视链 就只要他们听到我讲英文 那我刚好讲英文比较没有口音 他们就觉得 哦好像你不是来自于亚洲的亚洲人的时候 那个偏见好像就降低了一点 但你还是外人 就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刚好不断碰到这类的事情 那又一直在旅游 所以其实感触非常非常非常的深 那我也很期待今天可以跟Sanay讨论 所以我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我就赶快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聊这本书 那我刚刚有提到 这本书它有提供很多 社会实验跟心理的调查研究 去证实我们社会当中 不同角落的这个偏见 那我想要请教Sanay 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最印象 因为我自己有很多 Sanay你自己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这本书里面的实验 好对我花了很多时间看这本书 然后我觉得我看了也是 很心有戚戚焉吧 然后甚至我觉得 是由两个女生来聊这本书 是不是又格外有意义这样 这本书它其实用了很多 很大量的心理学实验 或是社会学实验来讲 偏见 但偏见它 我觉得它要提出的一个概念是 它是很隐形的 或是它是不容易被看见的 甚至是 带有偏见的人 他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有偏见 所以它这里面有一个案例是说 有一群 公司里面的女性 然后对公司提出诉讼 那理由是他们认为 这个公司的文化 以及他们受到的待遇 是有遭受到偏见的 或是歧视的 以至于他们受到竞生 或是他们的薪水 都会生他们工作表现 都因为这个公司的文化 受到限制 那在这个整个班上法庭之后 这个公司的老板就坐上去 以后他就被问 他说不会啊 他不觉得这个公司 有受到什么歧视啊 重点是这个法官 他最后判出来就是 在这个公司的 所有的条款啊 规定里面 他都看不到一个 很明显的歧视 然后他也不觉得 一个不成文的环境或文化 会造成这么实质的影响 或是这么重大的影响 所以最后 这本书说出来的时候是 这个案例的 这些员工的诉讼 并没有成功 这个作者呢 他就去找了很多心理学家 他想要问 有没有人在研究 这种隐性的边界 不断的累积 造成一个实际的危害或效应 然后所有心理学家 我身为一个心理学家 我非常可以同理他 就当他 想要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我心里就是 可能做不出来 太难了 然后要花时间太久了 然后要做 就太多工了 原因太多对不对 对 而且感觉就是很花钱 很花时间 很花人力 然后你最后不知道 会不会看到效果的一个实验 就这个作者 我觉得他就 我觉得他也对这个 就做足够功课了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电脑科学家 他说在实际的 就所有人都告诉我 这个实验在实际的社会里面做不到 那我们有可能用一个模型来跑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能力都设定成一样的分数 但是呢这里面的参数 就把它放进过去研究里面有提到 对于一些特别族群会有一些歧视的状况 比如说女性或是亚裔的女性 非裔的女性 那这些或是非裔的男性 我们把这些参数放进去 然后让他们去竞争 到最后我们看结果怎么样 就结果说出来就是 这些会遭受到偏见或歧视的族群 他们薪资比较低 他们获得晋升的机会也比较少 然后职位当然也就比较低 就我觉得让我最有印象的就是 他去找了一个电脑科学家 做出这个模型 然后这个模型 最后的确让我们看到 这些隐性的歧视 它很有可能真的会影响 大家在实际工作上 或是甚至心灵上的一些影响 我这个实验 我自己还蛮有印象的 而且我刚好 Shanie提到这个实验 然后让我想到里面 也有提到另外一个 跟性别有关的实验 它就是变因完全 刚刚好都没有 就是都可以完全控制住 就是一个 我忘了他是哪一个 Hong Stanford的一个教授 然后变性从女性变成男性 然后他变成男性之后 他原本以前都觉得 自己没有受到任何歧视 然后变成男性之后 他发现 好像很多事情都变得更顺利了 那他才发现 原来是真的有这样的歧视的 那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看这本实验的时候 我都突然觉得 因为我其实也一直觉得 我没有受到任何歧视 就是以性别的歧视 我都突然觉得 Oh my God 如果今天我突然变成一个男性 是不是会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然后其实我又在想到 因为我爸爸就是 以前教我 面对不管是种族的 或是任何的歧视 他就说 你就不要看就没有啦 所以小时候的这个 都一直影响到我现在 就是我如果真的碰到歧视 我就会告诉我 没有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我其实还蛮好奇 你在美国长大 因为在书里面 他里面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 里面有个小故事 我印象很深刻 就这个有个小孩 他从小到大 应该他后来变成一个 专门协助大家的一个工作者 专业的工作者 但他小时候他是一个黑人 然后他的爸妈就告诉他说 如果有人歧视你 或你长大以后 就像打预防针一样 如果有人歧视你就 把那些人的脑袋都当作 还没有问题 你不要理这些人就好了 你就要告诉自己说 这件事情不存在 但作者以及他整理 非常多的研究之后 他会告诉我们说 无视其事 或是觉得他不存在这件事情 他有可能只会加深这件事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其实没有在美国长大 但是就因为小时候会一直会 就常常回美国 那其实真的会感受到 那感受到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那个偏见是来自于 不是来自于白人 或是其他种族的人 有时候甚至来自于 就是跟我长相一样的 就是也是华人 然后他会觉得 他对白人有可能比较好 然后对待我 不是说不好 但你就没有这么 你就会感觉到那个差异在 那我确实觉得 就是在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有改变我自己的态度 就我不会再说 OK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然后我不要去看 然后我说这件事情有发生 我要怎么面对 那我当然不是说 我要去报复他们 或是我觉得这个 绝对不是好的一个态度 而是看到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那我如何不成为一个加害者 那身为一个 可能是受害者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样 透过自己的经验 介绍这个偏见的一个 影响 对那我自己有个 有个实验 我那时候看了一个 就是心揪到不行 就是一个 对于是心理学 心理学家 就是这个实验者 他就请了一群小朋友 不同种族的小朋友 就是 然后前面排了好多个 不同种族颜色的 肤色的这个娃娃 然后就说你们挑好的娃娃 跟坏的娃娃 然后一个黑人小女生 他就挑了一个 就是也是非裔 肤色的娃娃 然后挑完之后 就跑出去哭了 就他有可能 也在那个实验当中 才看到原来我自己 一直对我自己 是自我否定的 对 我就发现 如果你去了解这件事情的话 你有可能不会发现 你一直都对自己 有自我否定 我就 我就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 我心真的很 很揪心 然后也很 也有很多的省思 我可能之后 不能再用我以前的态度 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但其实我也好奇 就是Shanay 因为Shanay之前 在英国念书嘛 对 有没有遇到类似的 就是成见偏见 那你会怎么样去面对吗 我其实在还没有出国前 没有意识到说 这是个问题 虽然我们听很多 然后也看很多 但是我觉得实际的感受到 是很不一样的 对 我曾经 也不是我曾经 我后来问了很多亚洲女生 其实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经验 如果你走在大车站 很大车站 会有很多人来来玩玩 然后会有人就靠在墙上 就经过他 然后 这个如果是男性的话 他就会对你说一两句话 他就会故意想要跟你问好 或是告诉你说 你很漂亮喔 或是 就是 有没有 可不可以跟你要电话 就是这种 其实是骚扰 对 然后我会觉得这个是 当时会觉得 你是因为我是一个亚洲 比如说我个子比较小啊 或是因为我是女性啊 亚洲女性 所以才对我这样 然后对于这件事情 其实蛮愤怒的 因为你 不太可能停下来跟他吵架 然后他其实你不理他 他也真的也不就不会怎么样 他就是一个言语上的去骚扰你 然后我就跟这件事情 跟我在英国认识的 白人的女生朋友聊到 然后他们蛮坚信 这是一个男性对于女性 而不是种族之间的原因 有一个疑问 对 其实我没有办法研究知道 到底是跟种族肤色有没有关系 但是我听到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 所以对你们来说 他只是男生跟女生的 就是 而且因为他们是女性 他们可以同意 我身为一个女性 所受到骚扰 但他们没有办法从 就是 他们就因为不是同一个肤色 他不可能 有我的这种感觉 就是我对我来说 就是不只是性别 而且跟种族一会儿关系 就是这是我觉得 本书也有特别点到的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感觉 是 别人他是没有办法真正 知道你在说什么 因为毕竟 对 不一样的性别 然后 不一样的种族 不一样的社会环境 但我觉得这本书 他还是提到 至少我们要知道 这件事情 知道了以后 我们就有可能看见 看见 我们才有机会 做一些改变 而且我觉得不要否定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就是你不要 你听到别人 有碰到偏见 他对于这个偏见形成的 他的推论跟可能性的时候 先不要去否定 说不可能是这样子 就不要用自己的经验 去否定别人的经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然后 这本书确实 他也提到很多 就是你要有觉察 这件事情 那我们等一下会再 跟觉察的部分 我们再讨论 那我在念的时候 我有个问题 想要请教一下 Shanay 因为在这本书中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有提到 就是人的大脑会不断的分类 而且会接着你对于分类之后 去产生一些标签 那在接下来的生活中 你就会持续的在你的生活经验里面 去深化这些标签 那在第二章的时候 作者他也有提到就说 如果你自己的科半印象被证实了 例如就说 你碰到了一个亚洲人 他确实 数学真的很好 那你就会感到非常的愉悦 那他想 我就是想要问这个 这个现象是不是 我们常听到的定毛效应 或是跟认知的这个认知偏差 我在学心理学的时候 就会学到什么叫分类 分类是一个小朋友 从在认识世界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我们可能太细为然 所以我们从来不会意识到 分类这件事情有多重要 例如说 这个小孩子 他看到了 例如说你告诉他 假设你家里有养狗 跟他讲我这是狗 但他看到卡通里的狗 他为什么会知道 卡通里内这一只狗呢 那他又怎么知道 跟这只狗长得不一样 体型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毛的长度不一样 的外面的一只狗 他怎么知道 那也是狗呢 也就是他心里 必须要产生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 他会有一个模糊的抽象的狗 就是 比如说 具象可能用他的四只脚啊 他的叫声很类似啊 他毛毛的啊 然后接下来要区分 一样都是四只脚 一样都毛茸茸 但另外一种东西叫做猫 他要再把这样的分类里面 贴一个标签 说这是猫 所以其实 我们的大脑必须 就是我们从 因而开始 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们在新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也会观察 在我们还没跟他讲话的时候 我们会对他有个 先有个印象 这个印象可能是 头发啊 外观啊 外表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福尔摩斯 就是最新版的那个 Shot out Holmes 他 我没有看到 对 他的具象画就是 他们就演这个人很聪明嘛 所以 所以他每一次 到一个情境以后 他脑袋里就出现 就画面出现很多标签 这个人的头发 然后身上帽帽帽 然后他穿着衣服 做好钱衣服 然后协助他去判断这个人 某个程度 其实我们只是 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这么做 但事实上 我们也在用这种方式 认识这个世界 所以 的确就是 我们会有 这种分类的现象 然后分类 在这个 这本书里面 他会认为分类跟贴标签 其实是 很雷同的 事实上也是啦 只是 我觉得 比较有趣的事情 是分类跟贴标签 不代表你就有偏见 或者有歧视 就这是一个学习的历程 但是这个学习历程 他最后怎么变成偏见跟歧视 他其实会需要环境 或是文化的训练 就是潜移默化的训练你 训练让你知道 女生应该是什么样子 男生是什么样子 所以你心里一旦有 女生跟男生的标签之后 文化就会教你 这个标签底下 这整个概念是什么 对 作者有提到说 当自己的刻板印象被证实的时候 人会感受到愉悦 的确它就是符合我们的想像 这个所谓的愉悦就是 例如说我们在 好像赌博一样 我猜了A 然后A真的是对的 我就会觉得 哦开心 就是我觉得我是对的 我们是对的 我们猜中了 或是我们决策成功了 我们会有一种 被奖上的感觉 某个程度就是这样 而且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有办法学习 例如说如果有个小孩子 他每次看到狗的时候 说告诉你 就是他先学会一只狗 在外面看到一只狗 然后旁边的人没有给他任何的回馈 没有告诉他说 你好棒哦 你怎么知道这也是狗 这个对他学习来说会是困难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 不断的收到这种回馈 让他知道说 哦原来这也是那也是 所以这种愉悦 有的时候是 当某个程度 他就是一个回馈 这个回馈告诉我们说 哦这是可以继续执行的 然后另外告诉我们说 哦这个回馈可能是负面的 知道 对跟人家 这样不对 这不是狗 这是猫 他可能有学习的事情 某个程度是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好有趣哦 因为就是 就刚才Shenay提到 就是分类标签 其实它并不是 虽然我们现在的讨论当中 常把标签 视为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吧 但它其实在 如果是在我们的脑中 去processing的时候 它其实好像不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 人类在 在接收讯息的时候 很正常会做的一件事情 而是我们在环境 以及我们的 外人的回馈 如何去影响我们 对于这些分类的 一些成见 那它在里面 书里面也有提到一个 就是打破我自己的成见 因为我自己真的认为 说雅中 因为我在美国 有可能就在美国 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我自己真心就觉得 我们真的雅中人 或是华人 数学真的就比较好啊 我也觉得 我也真心觉得 因为我才记得我以前小时候 去英国游学的时候 然后我就只是 我在学校真的 就是数学很差 在台湾 然后我去到英国之后 我就只是解了一个 就是二元 二元一次吗 还是什么 就是二元二次 方程式还是什么的 然后 他们就觉得 Oh my God You're genius 我都觉得 这真的没什么 所以我从小就会觉得 OK 亚洲人真的数学比较好 或是华人数学比较好 但没有想到 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 你知道西班牙的那个 在西班牙 亚裔的学习成绩 并不是在各种族里面 比较好的 而且发生是比较差的 然后我就有点惊讶 想说什么 就是竟然 我在美国 或是有在欧洲 英国碰到的 不是一个universal 不是一个 在世界都普遍 会发生的事情 我就突然觉得 原来我过去的 我就这个 他在前面提到的 这一个 心理效应 马上就在后面 就是后面证实的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我特别喜欢的也是 会不断的给你启发 然后不断的给你发现 我自己竟然也会这样 对 看这本书的时候 常会有的感受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在台湾 我觉得台湾 如果在国外 会很容易看到 例如说 肤色会是不一样的人 就他也不是那么清楚的区分 非裔的 亚裔的 或是白种人 很多时候你很难定义 他的肤色是什么颜色 对 但是他那个多元性 至少看见的多元性是高的 但在台湾 我们真的极少会看到 不是亚洲人的面孔 那这种非亚洲人的面孔 其实在有时候总讲到偏见或歧视 好像是肤色不一样才会发生 但其实上不是 他这里面讲到包括性别 或是 对 我觉得他这个文化或是概念的那个塑造里面 其实不是只有种族才会有 而且种族有可能也是一个被定义出来的 历史上一直有人 但我觉得这个定义也有趣 就是某个程度我不是在帮他们讲话 但我想要理解不一样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是怎么样 我把它写下来 然后当这个人很有名 或大家觉得很有道理的时候 他就会不断的被大家重复的验证 然后好像是一个真实的 但事实上他 我觉得他源自于一个 我们想要对世界有更多理解 我们想要更理解别人的这种初衷 只是当我们很轻易的把人分类 而且认为这个分类 是有生理上的真实的差异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更让人没有办法动摇 但如果大家知道 这个差异 他不是不一定是生理上 而是他会因为环境的 情境的不同 文化的不同 会有不一样的话 我觉得那会让我们对世界 有更多了解 我觉得Shenay提到这个 就马上可以连接到 我接下来想要问的 因为这有点像是 我们如何去觉察 然后接着进而去破除这个偏见 那作者他就有提到 就是要有意识的将自己的思考 你思考事情的方式 从惯性思考 移到深层思考 就有可能你会 原本你会觉得 就有点分类 就马上贴标签 是因为他是这个颜色 所以他怎么样 然后他是这个性别 所以他怎么样 而去改成深层思考 比如因为他是这个 就有点把这个Causation 因果关系 去了解当中的这个连贯性 因为他可能是女性 所以他在这个受精地位 碰到的一问题是怎么样 那他引导导致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就是他要 就是这个作者 建议我们应该要去移到这种深层思考 那我就想要请 请教Shenay 就是我们的大脑在进行这个惯性思考 跟深层思考的时候 是不同的部分在processing的吗 还是很好奇这一部分 好 其实他作者里面 他有特别讲到 他把它分成惯性思考 跟深层思考 我把它理解成 也就是两种不一样的心理历程 所谓的惯性 这些概念就是说 我们的行为或是决策 或是我们的想法 或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有意识的 或是也在这个很多文型里面 会用unconsciousness 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这样 但是他却对我们有些影响 那他所触发的反应 很多时候是很快速的 所以这种 而且他是自动化的 很快的我们就会有情绪反应 我们就会有直觉 那另外相对于 我觉得是相对来说 另外一种的心理历程 他是要不要深思熟悦的 就是你必须要让你的注意力 像读书就是这样 我必须要让我的注意力 停在书本上 而且是第一行 先念完再念第二行 再念第三行 那这件事情 他是我们必须要有意识的去执行 那我们通常可以把 不管是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行为 很粗略很粗略的分成这两种 但他不一定叫做 惯性思考 或者深层思考 那在大脑的运作上面 研究者也会有一个习惯说 我们的大脑啊 如果要粗分它 可以把它分成是 比较古老的大脑 跟比较新的大脑 所谓比较古老的大脑 就是不只是我们有 其他的哺乳类也有 尤其是其他灵长类 也会跟我们的古老大脑 非常相似 但是人类有一个新皮质 就是最外面的那一层大脑 大家会认为 它其实负责了非常多 人类的认知的功能 所以其他的哺乳类 灵长类是没有这个新皮质的 对就是这个Neocortex 最外面这一层 我们常常在外面 如果有看到很多大脑的图像 就是这种图片 大家就看到一个弯弯曲曲的 然后有皱折的 对对对对 那个就是新皮质 对对对 但通常大家不会画出 里面的那个 我们说它比较古老的这些 但这个古老 你说他们真的有一个 很明确的说 新皮质做什么 就例如说我们在做哪一件事情的时候 只有新皮质 没有古老大脑 或只有古老大脑 没有新皮质 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分类 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是整个大脑 在一起运作 但是呢 这个比较古老的大脑 它的确在 例如说情绪上 或是直觉上 或是它在记忆 记忆可能是 也算是 就是这些可能都是比较古老的大脑 会负责的 那如果我在记忆里面想到了 比如说某一件事情出现了 然后我就在我的记忆里面 突然想到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这种你没有办法控制它 你没有办法讲 联想 对你不是在心里告诉自己说 请回想一个不开心的回忆 不是这样 而是因为一个事情 触发了你这个 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直接的这个反应 大家会觉得 它比较是有古老的大脑在处理的 但这件事情 它其实没有这么明确的分野 比如说 直觉式的反应 就是哪一部分来负责 那比较深思熟虑的反应 就是哪一部分来负责 但是理论上 有这两个不一样的系统 而且在大脑里面 大家也会看到 心皮直屈可能就会 比如说前额叶 就是我们额头 后面的那一块前额叶 其实大家会认为 至少现在看到的研究 它会跟自我控制比较有关系 那这只人比较会有 就是说猫咪 它不会因为觉得 我现在不该吃东西 然后食物摆在它面前 它就不去吃 因为它要自我控制 没有这件事 但仍会 就是前额叶 在书里面有讲到说 这种深层思考 会involve前额叶的活化 很多时候是这样 但你要深思熟虑 你要做A的决定 还是B这个决定的时候 的确前额叶的活化 就会比其他的不要来的多 这样 可是我们在录音前的讨论 雪内有提到 就是说现代的研究方式 对大脑的研究方式 还有一些限制 没有办法 因为我自己的印象当中 就是每一次在看到电视 或什么在做大脑的研究 好像就是会在脑袋里 就是头上面贴一大堆那种 对 深测的那个电片 它其实是电机 电机 然后看哪边有就是在运动 哪边有一些活动这样子 但是雪内有提到就是说 好像目前的研究 还没有办法真的 去看到古老大脑的运作方式 是吗 应该是说 现在所有的大脑的造影技术 它我们 因为不可能把人的大脑 从中间剖开 然后直接去搓最里面的中心 所以我们都是在头壳的外面 放一些仪器来侦测大脑活动 但这个侦测它一定有它的 现在的技术是有它的限制 所以像侦测如果你是要 在区域上 就是空间上要很好解析度的 那可能是FMRI 但是像这样的机器 相对来说 它的时间的解析度就比较不好 那如果你刚刚说贴电机那种 它就是可能叫EEG或ERP 那这样子的技术 它就会在时间的解析度上很好 可是它在空间的解析度就很差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是在脑的外面收集很好 这件事情会让越深的大脑的活化 越难被看见 所以不代表它没有活化 而是相对来说 它比较难被你侦测到 但即使如此 在我们有很强烈的情绪反应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看到性仁和 就是在大脑很中间的地方 就是所谓呼扰大脑的那个区域里面 看到它有更高的活化 所以其实是看得到的 只是它的解析度 没有外面的就是心平直屈 怎么好 对 所以我觉得在研究上 其实还有蛮多令人兴奋的期待 就是如果之后大家真的有仪器 可以及时的看到 比较里面的组织的活化 会非常非常有趣 所以到底就是惯性思考跟深层思考 是不是完完全全不同的 这个脑袋的部分在process 其实是目前还需要有更进一步研究 然后区分就是惯性跟 深层思考 其实比较像是在心理上面的 决策过程的一个分类 这样可以这样说吗 对我会说它是很明显的看到 有不一样的决策的系统 那在那个这本书也有提到 在快思漫想这本书里面的那个作者 其实他们就有区分说 我们有系统一跟系统二 系统一就是很快速很直觉很情绪的 马上的反应 那系统二它就是比较慢的 然后需要花时间的 需要花注意力的 那这两种它是 但这两种系统它其实没有说 系统一就是拿线脑去 系统二就是拿线脑去 那目前看起来 因为我们大脑 几乎的时候都是同时 大家一起在合作的 所以如果真的有天技术 真的非常成熟到 我们可以去分析 假设可以知道这两种系统 有什么大脑生理上不一样 那我觉得我们顶多会看到的是 相对来说 系统一比系统二 多了哪一些的大脑区域的活化 或是系统二比系统一 多了哪一些更多的活化 我觉得这件事情 也许有一件事有可能 但现在它的确是 比较理论上 而且在很多实验中 看到它们非常不一样 那我想要在 我这边就想到了 就是因为 Shanay是台湾科技媒体中心的 这个执行长 那台湾科技媒体中心 很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些科学新闻的复杂度 还有这些议题的深度 提供给我们的记者 或是提供给大众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想到 其实你们做的事情 很多就是在促进我们去思考 就是更多的觉察 更多的去思考这个 用这本书的term的话 就是更多的去做 是个深层思考 我想要 我好奇的是 在你们的工作上面 会有什么样的策略 或是怎么样子的方式 你们去解决这些社会上面 对于科学议题 或是各项议题的这些成见 对 我其实在 我们最常被大家提醒的 就是我们的东西太冷冰冰了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让大家有办法 而且它的确提供的资讯很多 很复杂 很难让大家第一时间就可以理解 更不要说它要去改变大家那个 第一时间的反射的思考 但我觉得SMC就是台湾科学研究中心 其实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在对抗的 很多时候 就跟这本书讲到很像 就是它是一个 第一时间已经在你 不能说第一时间 就是它已经在人的心里 产生了一组概念 这一组概念其实是 跟甚至跟它的自我认知 或自我认同很有关系的 假设它去认知到的是 科学是危险的 或是科学是不可控制的 科学是它会 终究它会危害人类的 如果一个人的心里 他已经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事实上我们做的所有事情 他都看不下去 因为他就会觉得 这个就不是我要接受的讯息 就我觉得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事情是 唯有你要先觉察 不一定觉察到你自己想法 因为这里面后面有讲到正念啊什么 不是说觉察以后 带有批评说 哦我这样子想是不好的 不是 而是觉察到这件事情之后 问为什么 哦 哎 好有趣哦 我怎么会这样子想 那这样子想 有更好的证据吗 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吗 就觉察它应该带来的是下一步 我觉得SMC带出的事情就是 如果有下一步的话 那SMC提供一些好的素材 或者是不同的意见 让你来看 嗯 但我只觉得 最难的其实是破除那个第一个成见 就第一个 对 那是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我们的实作中 有时候我们会彼此问 同事 大家问问题 说 嗯 就是再问的 其实就是第一层的问题 你觉得这件事情很危险吗 那为什么 这样 对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重要 在书里面有提到说 要破除偏见 或者说要减少偏见 我们不可能不分类 我们不可能不贴标签 但怎么让它影响变最小 很多时候是 有着共同 在有共同目标的状况底下 去相处 去共同 嗯 对 那我们想要跟读者 或是记者朋友们 或是科学家 或是所有的 我们在合作的团体里面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目标 就是希望这个社会有更多的讨论 而不是更多的分裂 当我们有这个共同目标的时候 很有可能 我们就会透过资讯啊 或是各个方面的呈现 让大家开始有一些对话 可能这样 我觉得刚才Shanay有给我一个 很好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觉得 我们有时候 需要用更多的问号 而不是句号 就是例如说 Shanay会跟团队会一起讨论 所以这个东西危险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开始 有可能我们面对自己的 呃 就是觉察这件事情 就是你有可能不断的 抛问题给自己 那也不要害怕 抛问题给自己 例如说 没错 我真的 非议是比较危险的吗 对 这是我觉得光问这个问题 OK好像听起来很政治不正确好了 但是当你 问了这个问题 你开始有机会 让你的脑袋去思考 或是 你真的认为 我觉得台湾可能比较少非议 那有可能比较多 这个东南亚的 移工 那你真的认为 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吗 我真的 为什么他们是怎么样 就是 把这些问题丢出来给自己 或许你不会现在 有一个答案 但是至少是 就像是作者说的 你可以有机会去 找一个 替代性的 或是去做更深层的思考 了解说 了解它背后的 结构性的原因 而不是 就是直接 分类 简单的分类 因为它是 就有可能做了一个 错误的英国关系连结 因为它是 东南亚某国的移民 所以它就是怎么样 没错 其实作者里面 对 作者他有提到 说有一次去饭店 然后看到两个 衣衫蓝绿的年轻人 就是铺子破掉啊 然后 那个衣服 就不破蓝蓝 然后他就 他就意识到 他有马上 第一个想法就是 因为那是一个 不错饭店 所以他想 这两个人 应该是来找朋友的 他们应该不是住在这里的 然后他意识到 他想完了以后 他突然意识到 喔 我为什么会依照他们的外表 马上就定义他们觉得 他们不是住在这里的人 那我觉得他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如果我们就问自己没有问题 有的时候 问别人的时候 有可能会好像在指责别人 就是像刚刚 像可欣刚刚讲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我们提醒自己 但有的时候会不小心的 想要提醒别人 但如果提醒别人的时候 引发的是别人负面的感觉 或是他觉得 喔天啊 我怎么会这样想 我真的很糟糕 所以引发的是一些羞耻感啊 或者是 对对对 对对对 他其实有可能会让那个人 反而不会真的去做什么 因为当每次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些负面的情绪会先出来 让他没有能力更进一步的去思考 或是后面可能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真正的意义对我来讲 就让大家知道原来有这件事 原来这件事情是真的 不管是在实验室里面看到 从计数字里面看到 个人经验里面看到 如果我们要得先知道它 知道它以后 我们才有办法觉察到它 当我们觉察到它以后 我们才会有可能 把其他的因素考虑进来 然后去找新的策略 来面对这件事情 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在现代 我们又很注重政治正确这件事情 所以他说不要问 这个太敏感了 但我觉得 因为你不要大方的去 问所有人啊 但是你在那个以外 我就不要白目的 在会议里面跟人家说 你是不是 是不是怎么样的 哦那真的是 早骂哎 就不要白目的这么做 我就问自己 然后多问几次 让自己的大脑 有机会去做深层思考 我觉得就 就是很有帮助的 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啊看这种书 好像是很自我 自我审查的一个东西 或是一个比较 不是 跟我们观测战过去 推荐的书 可能在讲国家战略啊 什么 这些地缘政治的议题 好像 这个书 它的议题比较小 但其实我觉得 它议题是很大的 它是整个社会性 全面性 那我自己在读的时候 我也发现到 就这样子的 社会偏见 或者这样子的 一个结构性的偏见 它是会造成 人才的耗损的 没错 就是 对我觉得 这个作者点出来 他是用不同的调查 去点出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 天哪 就是这个社会偏见 它可能造成的影响 是会影响到地缘战略的 地缘战略的 因为 例如台湾就是一个 高度仰赖人才 来确保我们地缘战略的国家 TFMC这些 全部都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我们 任由的这些偏见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去增长 或是任由的 不去考虑这些议题的时候 有可能是会让 加深我们社会的偏见的 说认真来讲 我们上礼拜在讨论 那个TSMC嘛 上次我们没有提到 但是张忠谋还有部分几个 从美国回来 来到台湾的这一些 留学生 或是原本在美国念书的人 他们决定不要继续待在美国 其中有几个案 就是因为在美国遇到的偏见 在美国遇到的成见 所以他觉得 我不要在这个地方生活了 我要回到台湾 那他这个人才就流来了 那如果 我希望我们台湾 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就我们遇到任何人才 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好的一个社会的文化 或是社会的一个 对于不同多元人种 性别的一个尊重的时候 可以把这些人才留住 那这个是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也发现 这本书其实它的意义 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自己看完 我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我相信应该室内看完 应该也还蛮推荐 我觉得最厉害的事情是 他把很多概念穿在一起 而且他不是只有点出问题 他还把解方也告诉你了 对 这个解方 就是要读到比较后面的话 会发现 那解方其实 不是什么深奥的事情 但是他真的执行起来 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但他有告诉你说 譬如说他里面特别提到 同职性 这个团体如果都是同职的人比较多 那你沟通会很顺畅 但是你就会有遇到一些困难 那如果是多元的话 你可能会比较有创造力 那你会遇到沟通的困难 但他最后提出一些方法 比如说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互动 然后有哪一些成功的案例 而且他是社会级的 就是他是社会级的案例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inspiring的 就是他并不是一个没有解法的事情 然后有人尝试了 也有人成功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对于社会上 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兼容 我们在讲永续 这本书他没有把永续放进来 但我觉得一个社会如果真的要往那个 那个比较好的地方迈进 他要有更多的人才 然后我觉得他这本书 基本上提供一个很好的 一个打了一个底 让大家去想象自己或想象社会 都是很棒的 那我在这边在最后再推荐 就是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隐性偏见》 它的作者是一位美国的记者 名叫做杰西卡诺戴尔 那只要在博客来上面 你就打隐性偏见 那基本上都可以看到这本书 那这本书也有提供电子版 我自己就是读电子版的 那我觉得也读的读起来 也都是非常非常的顺利 而且说真的看这本书 真的就很顺利 我觉得这本这个作者 文笔很好 真的很好写 真的果然是记者 他很厉害 就是好流畅 整个逻辑思维也非常流畅 我一下子看看看看 就把这本书就看完了 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以给我们每一个人 面对很多不同事件 不同议题 都有很多启发的一本书 那就把这本《隐性偏见》 推荐给大家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先到这里 那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在下一集 再跟大家碰面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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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